小小的紙袋要裝進四樣祝福裡 怎麼放有SOP 疫情延燒 慈濟基金會今年的 照顧戶東陵發放 改成了祖戶關懷 但志工祝福的心意不減 因為今年疫情的關係 那上年也為了關心大家的一個安全 所以就取消了這個 圍爐跟祈福的活動 那我們就都由師兄姐 親自送到每一個案家 除了長期補助的金額 他就加了我們的物資卡 跟加了我們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祝福裡 打包這天雖不是假日 但不少上班族依舊撥空來當志工 這個物資打包是 一年才一次的機會 所以就組長PO的這個訊息 就趕快趕快把時間留下來 希望可以能夠參與到這個活動 我是在那個學校早餐步 因為現在學校放寒假 所以我就利用時間 把握時間出來 希望他們收到的時候 他們是滿滿滿滿滿的歡喜心 像打包這個啊 點點滴滴都要 一些細節都要注意 讓感恩戶感受到我們的 用真誠心對他們的祝福 送愛給他們 給他們過一個好年 這是一份蘊藏愛的禮物 也是人間最美的祝福 大家新聞 這次美志工 許麗珠 蕭建志 台北報導 餘視鏡 皮革 櫻子